大家好,歡迎收聽一週法庭宣布 星期一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有個男人拿著刀企圖襲擊裁判官王正瑜 他之後被警察制服,被控企圖傷人,還押後信 有傳媒就引述消息,說男人早前因非禮罪被王正瑜裁定罪成 司法機構嚴厲譴責事件,又說會在裁判法院逐步實施案件 另外,許甘山案在這個星期開審 他在2018年被陪審團裁定謀殺罪成 中院去年判他上訴得席,下令案件發還重審 法庭這次抽出四男三女陪審團,法官特別提醒他們 就算他們可能聽過這件案,知道許甘山第一次的審訊結果 都一定要無視這些資料,只可以考慮停上證供作出裁斷 待會再跟大家詳細說說 之後還會繼續跟大家跟進男團MIRROR演唱會意外的審訊 和通州街公園露宿者受襲案的最新進展 先說有人在法院,令到企圖襲擊裁判官這件事 相信大家這幾天都可能有留意 據了解,那男人32歲,他星期一去了九龍城裁判法院旁停 差不多早上10時15時,那男人就在他的袋子裡拿出一把刀 衝向法官席,打算撕襲 那時坐在法官席的就是裁判官王正如 王正如見到之後避開,同時有停警上前制止那男人 但那男人當下逃脫了,離開了法庭 最後才被停警和兩個等著上庭的警察在庭外制服 警方只有在那男人身上和他隨身的袋裡找到另外三把刀 事件裡有三個警察,分別腳拆傷、扭傷和戒傷手 要送去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兩天之後,那男人就被起訴一項俗稱傷人17的企圖有意圖而傷人罪 在回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多個警員和保安在場 那男人就穿著灰色短袖T恤和棉褲 表情有點呆滯,大部分時間眼望前 他暫時不用答辯,控方就說他被捕後在伊麗莎白醫院接受觀察 醫生報告說他適合出庭,但警方暫時無法跟他調查 報告又說他有暴力傾向 控方也提到男人在控罪書上寫著 我想公開事情和自我了結的字句,相信他有自殘傾向 還有裁判官陳志輝應控方要求 將單案押後到他下年1月3日再信 等控方檢驗涉案的物品和看男人來法庭沿途的CCTV 男人沒有保釋申請,繼續還押 《明報》和《星島日報》分別引述消息 或男人早前因為非禮罪被裁判官王正瑜裁定罪成 之後被駁回上訴 事發後幾天都不見王正瑜再有聆訊或者處理案件 我們問過司法機構王正瑜是不是因為這件事休假? 司法機構就說不評論個別法官的工作安排 不過司法機構就提到,說裁判法院會逐步實施安檢 增加保安人手和和警方保持聯絡 加強巡邏和其他保安措施 保障法官和法庭使用者的安全 其中在事發的九龍城裁判法院 已經在各個法庭樓層加了安檢區 會用金屬探測器仇身 法院外也有警員加強巡邏 劉政司強烈譴責件事,說絕不姑息任何違法暴力行為 絕不容忍目無法紀和損害法治的惡行 警方一定會嚴正執法 呼籲社會人士尊重法治 任何人都不應該以身示法 司法機構也嚴厲譴責任何試圖向法官和司法人員施襲的行為 說這些行為公然挑戰法治、罔顧法紀 並且對法官和司法人員 以致所有法庭使用者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強調法官和司法人員 一直都根據司法誓言 履行他們的憲制責任 審案時獨立和專業地按法律判決 如果對結果不滿意 都有上訴機制 那許甘山案又是怎樣的? 不知大家還記不記得? 許甘山是中大醫學院前副教授 他涉嫌在2015年 將一個打滿了一氧化碳的瑜伽球 放入私家車裡面 殺害老婆和女兒 在2018年被裁定兩項謀殺罪成 被判終身監禁 他之後不服定罪提出終極上訴 中院就在去年11月裁定許甘山上訴得席 將案件發還重審 許甘山否認兩項謀殺罪 案件星期三在高等法院開審 法庭抽出四男三女陪審團 法官其燕輝就特別提醒他們 說這宗是一宗重審的案 他們可能也有聽過這宗案 和知道被告許甘山第一次審訊時 是被裁定謀殺罪成 但陪審團一定要無視上次的審訊結果 千萬不要自己混和案相關的資料 只是可以考慮停上證供作出裁斷 洪荒之後讀出開案陳詞 提到兩個死者是在私家車裡面被發現 證實死於一氧化碳中毒 而許甘山案發時是醫學院副教授 清楚知道吸入過多的一氧化碳可以沒命 接著許甘山就用做實驗來掩飾 拿到一些一氧化碳 再將瑜伽球打滿一氧化碳 放在Mini Cooper裡面 釋出一氧化碳蓄意謀殺妻子 以為可以完美犯罪 不會被人察覺 控方另外提到許甘山曾經和警方聲稱 說他打算用一氧化碳來殺老鼠 不知道為什麼瑜伽球會在車裡面 控方又說許甘山案發之前 預計他太太會開車 但就沒想到女兒都會一起在車裡面 但他殺女兒的罪責和殺他老婆是一樣的 又提到許甘山和女朋友的婚愛情已經持續10年長 許甘山曾經和老婆談過離婚的問題 但最後兩個人說不碰數 而許甘山和他老婆共同擁有多項資產 總值大概1900萬 另外許甘山太太的家庭醫生也有出庭作供 他說許甘山太太有中度抑鬱 但沒有自殺念頭 也說過不會自殺 因為他有4個子女 醫生又說許甘山太太曾經說過 說本身是他老公說要先離婚 之後他自己也想離婚 但老公就突然轉太 說覺得他老婆不能沒有我 案件下星期一續審 然後繼續和大家跟進 藍團MIRROR前年7月 紅館演唱會意外的審訊 負責演唱會工程的總承辦商 藝能工程有限公司 其中3個職員被控串謀欺詐罪 和屬於交替控罪的欺詐罪受審 演唱會事故調查小組的專家顧問 這個星期作供 他是在事發後3天去過紅館實地視察 調查 又在現場拿走了其中一部分沒有用過的威亞 他說威亞承重力 不符合標準 安全係數只有4.2 遠低過標準的10很多 而且威亞的質素也不理想 有些組件安裝得太緊 令威亞磨損得很快 而且涉案的螢幕沒有設定安全裝置 搞到威亞斷了之後 螢幕就立刻掉下來 他又同意如果出事前一天 訓判商協興隆檢查發現螢幕斜了時 又即時調好護省器 或者換了威亞它 或者就可以避免這件意外 控方這個星期傳證人 站委法官鍾明新裁定案表證成立 辯方說3個被告都不會作供 也不傳證人 案件押頭到下年2月4日結案陳詞 還有一宗網媒被票控的案件都值得大家留意 說的是網媒獨立媒體 他們早前被票控兩條罪 案情提到 有人告發說他們在2024年8月23日 沒有將公司成員和董事的登記冊 放在他們的註冊辦事處裡面 獨媒的董事黃俊邦 星期三就在東區裁判法院 承認兩條公司條例下的罪名 黃俊邦求情的時候說 獨媒是一間網媒 規模細 以非牟利的形式營運 一直為公眾利益服務 股東和董事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分花紅 至今累積三十多萬的虧損 而且公司架構簡單 來來去去都是三個人 希望法庭考慮到他們是初犯 可以輕判 暫委裁判官朱仲強 說考慮到案情 辯方的求情等等 判毒媒加上罰款一萬 而毒媒就在判決之後 發聲明說件事只是一時錯失 已經改正 會繼續秉承初衷 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努力 另外通州街公園露宿者受襲案 六個警察屈露宿者藏毒 又遮住閉路電視鏡頭 被裁定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成 早前分別被判監兩年一個月 去到三年五個月 其中三個警察 即是龐晉思、尹柏思和梁飛鵬 提出定罪和刑期上訴 梁飛鵬和龐晉思星期四就提出 想在上訴期間申請保釋 上訴庭法官彭寶琴聽完雙方陳詞之後 認為他們兩個的上訴沒有合理可爭辯的機會 拒絕他們兩個的保釋申請 庭上看到梁飛鵬穿著藍色西裝外套 龐晉思就穿黑色西裝外套 分別由兩個懲教人員看著 而另一個提出上訴的警員尹柏思 就沒有申請保釋 還有612基金案 一批律師被國安處投訴專業失當的調查結果 警方國安處在2022年 拉了天主教香港教區榮優主教陳逸君書記 大律師吳靠儀等5個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託人 又說在調查期間發現有大律師和律師提供法律服務時 懷疑專業失當 向大律師工會和律師會投訴 大律師工會一月已經完成調查 說全部投訴都不成立 而《明報》就在星期一報導 說被投訴的律師 近日陸續收到香港律師會的調查結果 說收到律師會給他們的指責書或遺憾信 律師會會長湯文龍和日法稿確認 已經調查完完16宗投訴 涉及有律師收了612基金 這個未做社團註冊的基金的錢 危及或損害律師的正值品格 律師專業的名譽 違反律師執業條例 湯文龍說已經向被投訴的律師 出了不同的警告或結案信 包括指責書、遺憾信 和良好執業勸語書 新聞稿務說有個案需要轉交給 可以撤銷執業資格的律師紀律審裁團處理 律師會前會長、法律界立法會議員林新強 就在商台節目提到 說指責書或遺憾信都算是紀律處分 要全黨 但如果將來沒有重犯 問題不大 最後和大家分享法庭線這個星期的專題報導 47人案即將在11月19日判刑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分析法官的裁決理據 例如為什麼說五大訴求是不可能實現 而不涉及武力的初選 否決預算案又為什麼是非法手段 被告說不會無差別否決 而且只是按基本法條文來做事 法官又是如何反駁 最後裁定大多數人罪成 接下來這個星期 都會有相關的判詞分析報導 想了解多些的就記得去法庭線網站看文字報導 今集分享到這裡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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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